哎呀 連準會要升三馬啦 台股太難做了 我要頓入空門了啦 這麼空是不是 你在 在拆下去都沒點月綠了啦 好不好 FED3綠337 7月升三馬 真的假的啦 重點是七成零組件 成隱形冠軍 大盤碟就空啦 小心咬到外太空了 好不好 好啦好啦 林門一角 這些股將噴出啦 收錢收錢 今天的預告 今天最精彩預告 最精彩解盤通知在我們瘋狂股市 FREESER一定要看 FREESER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FREESER 烂年財富FREESER 大家好 我是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這個今天 今天要檢查一下這食物 我不知道什麼是食物 是哪一家的啊 製作人可以告訴我哪一家嗎 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能隨便找一家便當店的 好不好 今天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要吃這個 三寶 三拼飯 因為三綠三生 這個三生啊 牛 生的三生啊 好不好 這個不錯 希望生出一個牛氏一樣 好 這個 看起來是什麼 哪三生 是雞 鴨 跟什麼 豬 沒有豬 差差是豬 搞到我現在像豬頭 所以現在台股多頭跟豬頭 多頭空頭不重要是豬頭 這食物我覺得普通啦 好不好 我們來先介紹三個來賓啦 第一位也是 三位三哥第一位 漢偉 林漢偉分析師 大家好 我是漢偉 那這個行情真的很可怕 因為這個 連準會看起來要三綠三生 所以全球的央嗎 大家覺得本來是青嗎 現在看起來是厚嗎 所以到底接下來行情該怎麼走 連準會會不會真的 一直升下去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 厚母的心情 那個 都是這樣 親食多餘偶正餘啦 好不好 那其實 他們老師上次有遇到他 我說現在 景氣不景氣 問他 頭髮哪邊剪的 沒想到那麼帥氣的頭髮 現在才幾百塊而已 不到500塊 可以問他去哪邊剪頭髮的 想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 開玩笑 他頭髮比我帥氣 好不好 我還花得很貴 好不好 跟大家講 第二位來 陳俊賢 陳俊賢分析師 來 俊賢老師 大家好 今天美國股市 可能又要動盪了 可是大家 這一個時間點 千萬不要覺得悲觀 眼前 掌握住整個行情的籌碼 才是最重要的 好 希望大家每天都給他鼓勵鼓勵 好不好 不然大家 搞下去大家都不想要 看股票了 不想看 節目了 好不好 第三位 來 我們古怪叫做 謝謝陳俊賢分析師 多頭空頭還是豬頭 對啊 我在想說 還好沒有cue我名字 是 我教你流長就 連錢頭髮的錢都不用 不用花 你都沒有 直接省 直接省下來 你中間有點漂白是不是 沒有沒有就頭髮變白 你白剛好就中間 白很好看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我補充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不是不做 但是你的 能力跟 實力 跟你 選股各方面的技巧要提升 技巧要提升 你最注重技巧嘛 好不好 技巧要提升 好不好 希望能這樣的 不要緊張 我們來跟 稍微分析一下 跟你講你這個盤是什麼看 來我們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請老師來上來一下 好不好 7月升三馬 7層零組件 成隱形 冠軍 為什麼 為什麼7層零組件很重要 馬西老師慢慢講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fade 看起來要三率三升 在此之前的時候 我們先播一下 重播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 VCR 原本大家預期說這個 從3月份的8.56 到4月份8.22 會逐月呈現下降 大家都說通膨的高峰期在4月份見到高峰 接下來通膨就一路往下走 所以看到之前國際股市 台股都出現比較明顯的反彈 所以如果 那如果8.56就大利空了 就如果比4月更高的話 我覺得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利空 因為 老師上個禮拜我們獨家那時候3點半錄影 對啊 大家趕3點半銀行 我告訴你 那我們節目8點出來 8點半數據資料才出來 8點的時候上線了 告訴大家說 這個可能數據資料這個會 現在上禮拜是公佈5月的嘛 對不對 5月的CPI 我們說3月的 我們會比3月CPI高 你再說說 比3月CPI高就慘了 股市就跌了 對 我們兩個好像在烏鴉嘴怎麼辦 對啊 因為大家還記得我們上禮拜的論點是什麼 就是說 你看到美國 汽油的價格 到禮拜天還在創立的新高 所以美國人實際上感受 就是物價真的很高 所以你這個 公佈出來CPI如果是往下掉的話 他就會說 政府要在做假賬 所以你看到果不其然 公佈出來CPI數就是 8.6% 當中最主要拜登也講了 就是油價的問題嘛 你這個埃克森美孚 錢 今年賺的錢比上帝還要多 上帝到底賺多少錢我還不知道 所以拜登 說比上帝賺的還要多 是 那再來就是說美國的房市 你看房貸率已經突破了 我也不知道山地賺多少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靠山地來練財 對啊 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所謂的一個 美國的物價 不管是房貸 或說在整個肥料人員成本 糧食的價格都在創新高 所以我們看下面這張圖表 也就是說 你看到過去在這個圖表放大之後 這個 應該是橘色吧 橘色是3月 紅色是4月 藍色是5月份 對 把它做一個對比你可以發現到 在整個5月份的CPI當中 貢獻最大的成分 就在能源價格 年增率要34.35 漲幅最多 人員 對 那另外在 食品飲料 房租 都是 整個5月份 讓這個CPI 爆表的主要的一個元兇 注意一下 4月CPI已經夠高了 還能比他高 就這幾個 食品飲料 跟 房屋 食品飲料跟房屋 還有能源 二手車好消息 現在買二手車很便宜 二手車開始往下掉了 其他的東西其實整體上漲幅都不是非常的高 因為 快開不起了好不好 越來越貴了 對 價格越高 對 美國人就說 現在小孩子如果要開車出門 就說你還是騎小號車好了 就算騎3公里5公里 可以健身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代表說 其實美國真的感受到油價 整個物價上漲的原因 所以你看另外一張圖表 這是美國實質可支配所得跟個人消費支出 藍色是所謂可支配所得 紅色是消費支出 你看這兩條線 從去年開始出現了一個 黃心交叉 就是 你的支出越來越高 你的所得越來越低 所以這個黃心交叉一出來之後 你看到 拜登的支持率已經創下 就任以來的新低 因為大家有覺得說 我的錢被通膨吃掉了 所以整個 政府的支持率開始不斷的往下掉 是 資質素越來越多了 可支配所得越來越少了 等於錢越來越少了 對啊 然後拜登 他們不可自信說 我為什麼民調比我最討厭川普還低 因為你無人嘛 對啊 就沒有做到什麼事情嘛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張圖卡 就是 如果以現在情況來看 你看拜登現在開始到處灌 普丁害的 油價害的 普丁通膨 叫普丁通膨 然後他說 沒有其實聯準會也害到 我們美國的通膨這麼高 你看他這個 所謂的升息速度太慢 所以聯準會聽到了 他現在市場的預期 這個6月份就這個禮拜 4的凌晨 升息兩碼大概是定案了 那現在問題在 目前利率是0.75到1 對 然後有可能升到1.25到1.5 1.5 等於是升到兩碼 1碼就是0.25 對不對 代表說6月份大概確定就升兩碼 不會到三碼 因為市場很多人就說 可能6月份直接升三碼 目前來看我覺得機會是比較低的 那現在問題在說 為什麼禮拜五 我們美股雖然崩盤的大跌 美債率飆到快要3.2個百分點 剛才已經穿新高了 最新 5分鐘前 應該有3點 最新突破新高 已經在1年新高了 3.23以上了 對不對 所以代表反映到 就是說 市場去預期說 接下來升息會加快 所以升息加快 10年期剛才是利率嘛 已經突破新高了 對 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就聯邦利率期貨來預測的話 7月份可能會升到 1碼 2碼 3碼 會升到3碼 3碼機率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 那9月份 可能原本大家預期說這個 5月2碼 6月2碼 7月2碼 9月份很升1碼 你看9月份現在看起來 升2碼 升3碼機率都還在 所以整個7月份跟9月份還籠罩在 聯準會會很鷹派的陰影底下 但你就不會去期待說 美股會太好 全球的資金會有太大的一個表現 因為這個 您繼續講 因為這個東西基本上 還會在變 我認為這個剛才 10年期關在職利率不是飆升了嗎 我認為現在機率更高了 因為剛才有看到最新的新聞 因為我 手機有非常多那個 股票軟體 他說其實 就是覺得說非常高機率 至少6、7、9月會升級 一次會升級3碼 這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因為現在市場是極度去 預期說可能就會非常有鷹派 所以你反而就要留意到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如果禮拜四的零存 這個聯準會的一個官員出來講話 沒有那麼鷹派的話 反而整個全球股市 禮拜四 就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反彈 那如果真的很鷹派的話 因為價格都已經反映在裡面了 所以反而會有點利空出現一個打底 所以比較好的情況就是說 它是鷹中透哥 那行情會報復性的反彈 如果是普通的鷹派的話 我覺得行情就是 陳建築的盤整 打底的情況 老師不好意思插話一下 這邊因為最近數據已經改了 70、30% 好不好 那其實那目前為止 大家已經 這是70 大概差不多70、30 差不多大概 因為都變來變去 好不好 所以說 感覺 好像 現在有傳出新聞來了 禮拜三禮拜四 就有機會升三碼 對啊如果是30的話 可能還有一定的機率 去升到三碼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的看法啦 就是聯準會一般來講 不會這麼意外的讓大家升息到三碼 因為畢竟目前股市已經 快要破底了 也是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民調都要下滑 他還是會有一些預告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你看到過去在 一個禮拜之前 聯準會這些官員都說就升兩碼 如果他這一次真的升三碼的話 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利空的因素 就通房證已經施工他們受不了了 才會有這種意外升三碼的一個機會 所以比較有可能就是說 真的真的要去升三碼的話 我覺得9月份是比較大的一個機率啦 因為 他目前在所謂的一個縮表的一個 計畫表來看的話 到9月份才會完全到所謂的縮表的一個金額 達到他的一個目標 所以真的要比較激進升級的話 我覺得可能9月份是比較有可能的一個月份 好9月份是比較有可能的月份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了 希望如此 你就9月份 所以你覺得這個表不一定準 你覺得9月份 三碼比較激進 因為7月份太急迫了啦 他還是要看一下市場的一個 所謂物價的表現 可是我覺得 怎樣外面不離其中 還是CPI有沒有機會下滑 是食品啊 跟那些人員 房租 房租其實也跟這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有關係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今天我們講到同時已經 已經穿 一個月新高 一年新高 一年新高 52週新高 我們看下一個 那怎麼辦 除了這以外 代表 資金都很崩盤了 資金收回了 連最炒作的比特幣也崩盤了 怎麼辦 對啊 其實我覺得比特幣的大跌 也是因為 其實最近可以發現到 真的幣圈的事情是比較多 像今天除了這個什麼 加密貨幣的一個 基金公司 交易所都開始在裁員 凍結人士 今天也傳出來好幾個 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他直接就是消失不見了 你贊物錢完全就不見了 有些小幣可能他完全就把他下架了 所以很多所謂的一個 連帶性的一個 停損的賣壓 擠兌一個效應 就造成說 其實今天在整個虛擬貨幣的價格 除了比特幣 以太幣 一些所謂穩定幣 都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崩盤 那我覺得反映到 大家真的很擔心 資金在緊縮當中 大家真的很擔心好不好 1.2兆美元 感覺市值已經跌了 跟去年相比 腰斬腰斬 重點是說 這國家產是哪個國家 薩爾瓦多 因為他當初是重壓 他們就是 面臨到國家的貨幣 嚴重的貶值 他就說 那與其這樣我就去玩虛擬貨幣 取代他的所謂國家的一個法定貨幣 但是他壓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慘 因為 他自從他買進比特幣價格之後 剛好買在高點 所以後面 腰斬之後 整個政府的資產 本來1億美元 只剩下6790萬的一個美元 所以 這國家本來就已經面臨到非常嚴重的 經濟的下滑 現在重壓的比特幣又大跌 但我覺得會影響到 這國家可能接下來他的經濟的表現 我之前還要聽到新聞 有人認為 比特幣相關的一些ETF 對創基金有機會 6成以上會倒閉 我覺得可能 他們籌碼是比較穩定 也就是說這些大型的資金 他們是分配一部分的資金比重 在比特幣上面 所以除非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 可能他明天就不值錢了 那種擠兌性的效應 可能就出現比較明顯的崩盤 但目前來看我覺得比特幣 他價格還算穩健 所以可能大家 也不用看得那麼悲觀 但是一些 小型的虛擬貨幣 要特別的當心 最近其實風險都非常的高 像LUNA幣 LUNA幣搞到都不見了 連我們主播LUNA都不見了 沒有下次應該會回來啦 好不好 是疫情關係 好不好 所以老師那你覺得 你覺得比特幣 其他的 除了比特幣以外 不是大型的 加密貨幣你覺得不要碰 我覺得不要碰 因為真的你會被割韭菜割的 他被割韭菜好像LUNA被什麼割韭菜都不知道 陳彥老師你覺得 比特幣可以碰嗎 還好 LUNA不要碰 你要問我說LUNA不要碰 LUNA不要碰 LUNA不管我的事 LUNA被你一碰就生病了 基本上 大型的加密貨幣 像剛才 這個漢偉老師講的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他存在的一個價值 對啦 但只是說 你 你 投資 這些加密貨幣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要比較想清楚 因為畢竟 股票你可以看基本面 你可以看財報 但是 但加密貨幣這些東西如果不是那些大的主流貨幣 坦白講很多小的幣我們也搞不清楚 他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是 這個要小心 這還好 要特別注意 所以你最近幣圈的朋友應該都 都 都那個 都黏在牆壁上 被圈起來 沒有被擊斃 就對了 幣圈的 前陣子有一些 比較年輕的朋友 IG上面跟我說我投了比特幣 NFT 賺多少錢 這些都連動 看起來最近應該蠻危險的 好不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你不懂都不要碰 我覺得比特幣你通通不要碰 好不好 你要碰就是你要當作 要全部都不見了 不然我覺得全部都不要碰 不過 如果漢偉老師覺得說還是可以有機會嘛 是不是 對啊 沒關係每個人想法不同 我覺得這沒關係 只要注意風險而已好不好 可是 至少有自己同事 除了比特幣以外的 其他加密貨幣你沒有聽過我絕對不要碰 好不好 一些新的不知道在幹嘛的就不要碰 絕對不要碰 因為我們都自己都不知道了 你還 你還覺得 我們這麼認真研究那些 財經的知識都不懂了 你還覺得你會贏我們嗎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下一個 所以這個 代表是什麼 好像 這邊看起來 人員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人員長很貴嘛 所以是不是 像流行電動車資 還是汽車電源組件 怎麼了為什麼今天那麼強 對啊 汽車電源我覺得 第一個啊 就在整個產業面部分 因為這個對岸發佈了一些所謂的 刺激政策的一個消息 汽車下鄉 對啊因為4月份沒有賣搬台車出去嘛 所以5月份開始 消耗產生 那6月份的部分 整個汽車的消耗其實越來越好 那所以政策面可以看到整個 大陸的部分 或是說全球目前對一些電動車 補助的一個題材 都帶動其實今年我覺得汽車的成長性 還是蠻強的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最近為什麼汽車零組件股價表現特別強 我覺得都跟台幣有關啊 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個 美元兌台幣的走勢 從今年3月份開始加速的走貶 從27.5 貶到快到30的大關 那當中你看到這 從5月份開始 這些汽車零組件股價 就跟台幣開始一步一區 是不是 因為之前他們就是有非常大量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匯兌的損失 那到了今年台幣加速重貶之後 原本的匯兌損失的利空 變成利益了 對變成匯兌損失的一個利益 所以這個我就代表說 其實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這些族群 我覺得跟台幣要緊密去做一個 連結來看待 但你看到台幣真的 在扁破30大關的話 我覺得這些族群可能都還有一波的漲勢 好 扁破30大關的話 會展示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從台幣看得出來台幣越扁 汽車零組件越漲 所以老師你今天要推薦一些汽車零組件概念股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謝老師台幣越扁值 汽車零組件感覺就 汽車零組件指數就越容易 噴發 好不好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汽車零組件 相關概念股 比較 抗疊概念股 除此以外我們看看大盤大家想知道 台股會不會破底啦 15616 15616我覺得就時間點啦 如果這幾天跌得慢一點的話 可能破底機會不太大 因為我們剛講轉折點會在 禮拜四的凌晨 聯準會的會議 我懂你意思的 對 要跌就是可能在這裡已經跌了 這兩天如果真的往下跌 因為禮拜三台詞結算嘛 你真的外資很狠 就直接跟你灌壓 壓空結算的話 可能15616就會破 但我覺得這邊看起來 小納斯達克已經跌破這邊了 對但我覺得這邊看起來 其實台灣真的也沒有那麼的 差啦 說真的啦 你覺得至少本益比還是世界 本益比啦 本益比 殖利率 殖利率世界最高啦 籌碼的部分也沒有看到外資 馬上就 要轉為空單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就會往下灌壓 但現在 還沒轉為空單的時候 反而他就可能逆勢為了他的期貨 要結算的過程 反而讓這邊指數會 呈現反跌的情況 好所以老師覺得要跌 就這幾天跌啦 就這兩天 如果 過了這幾天 急性危險期 就沒事了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而且請問俊妍老師 15616你覺得會不會破 很難回答對不對 我個人是覺得不會破啦 反跌不會破 因為現在融券飆升的速度來講的話 也許這個禮拜 那個美國股市的動盪 讓市場放空人如果激增 看到60萬張的融券 我覺得15616來講 似乎 破的機率還蠻低的 現在 現在多少萬張 50幾萬張是不是 50萬了 上個禮拜可以看到50萬張 50萬張的一個融券 戰術啊 如果激增到60萬 那是不是有軋空題材 那陳昀老師你覺得15616會不會破 我希望他破 為什麼 感情需要考驗 這個時候破 然後爆量 是不是更好 大 大破大力大破大力 恐慌是要被激出來的 對 那你這些恐慌被激出來 就是蟑螂 你全部跑出來以後就沒蟑螂 破了以後 大破大力 才有大力的西瓜 然後才會光 好不好 沒有人笑話 那個力跟那個力不太一樣 好不好 所以你覺得破比較好 所以你覺得會破 我希望他破 你說投資朋友會覺得你有壞心 他們不想要破 不要這樣子啦 因為這樣子也把讓他們情緒崩潰啊 是 崩潰以後 我懂了 才有買點 才會 受不了是不是 OK OK 才會更看我們節目是不是 這個 聽起來有點病態好 沒關係啊 沒有啦 開玩笑 這個三位指數 怎麼辦 季線破了 好難過 我覺得 今天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今天是氣氫源跟高價股在跌嘛 所以因為半導體被全球的這個美債值率打下來之後 但我覺得貴賣值不就有點撐不太去 好玩的是 我 大盤未破 上櫃你覺得會破嗎 上櫃的部分的話 可能因為他還有很大一部分在生計的一個部分 佔他權力比較高 所以不會破 所以如果大盤真的在跌的時候生計股反而抗跌 可能上櫃我覺得 這個低點要破的機會是比較高 大盤這個破就像他講的 這個就像陳寅老師講的 這個破 可能就是破一下清新點水 可是上櫃指數沒有破的 這代表不是全面性的崩壞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外資今天賣480億 對啊 480億真的很多 那台幣也貶 那國際的股市也在跌 我覺得 外資這邊落跑也算是 情有所緣 不容易 好 快要沒有 今年快賣8000億 結果一下子給你增加480億 對啊 慢慢給你買回來 你繼續說 對 所以我的重點就在說 你說接下來外資會再到更多的貨 你就看台幣就好 台幣扁破30 那你很難期待外資不會再繼續賣下去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看台幣的走勢去 做觀察就可以了 好 下一個看期貨的部分 那期貨我們剛剛提到 之前在上個禮拜 差了差了 哇還有1萬口 1萬口多單 現在變4000多口 Q到剩下4000多口 期限貨同步做空 同步 同步加空 對啊 所以就原本你期待說 禮拜三會不會拉高結算 以現在的口數來看 其他拉高結算可能不太可能 那不要翻空去壓低結算 我覺得就對大盤來講是一件好事 就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跟他講我們要求7萬不多 不要順勢的 期貨 比如說這個變 負的 變加空嘛 對 就像你講的 所以老師 其實是期貨 是有期貨的 執照嘛 期貨分析的牌照嘛 所以老師其實要告訴你 他為什麼這句話他已經暗示你了 因為身為分析師他是有偶包的 他不想講他們清楚 他說 要破就這樣破 為什麼 為了壓低結算 你是不是這樣說 你不想講出來的話 你怕外資壓低結算 順勢給你壓低啦 期貨給你壓低以後 然後再講的大破大力 這拉起來 這跟大家講 所以 要注意一下 我們反著看好了 我看一下大盤 我們在挑大盤這個東西 大盤 老師剛才已經擦汗了 看大盤一下 看看大盤走勢 就看一看彩 隨便一張圖 補數一下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說這個不是大破大力嗎 殺下去拉起來 也有這樣子 有時候為了結算 壓低嘛 對 上次是為了結算拉高有沒有 5月18號我印象很清楚 漲然後三四百點 就 又殺下去了 所以這次相反的 說不定沒有什麼不好 好不好 是這樣子 對啊 希望 是這樣子拉 我也希望 痛苦一下就好了 不要痛苦那麼多一下 從今年從1月到現在 折騰好久 好不好 折騰一下變半年的 希望趕快過年底 萬計效應 趕快來 好不好 除了這以外 我們大破大力 有沒有什麼股票 也大破大力的 可以讓我們賺到地保 對啊 當然 汽車零組織的概念股 還是跟大家強調 他不是這個 豪宅的地保 他做什麼 國人 車燈的一個生產製造大廠 那當然最近有一些自由品牌的一個車燈 他一直在全球做一個銷售動作 你看到第一季賺了2.82塊 股價的部分在大盤今天快要 跌破萬六個關卡的時候 他反而創了波段的一個高點 雖然說今天是有爆大量流上影線 但我覺得這個族群 我剛剛跟大家提過了 當你看到台幣續扁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股價 都好在往上攀高的機會 那下一檔股票在這個 提維系的部分 也是一樣 他是第二大 所以剛剛地保第一大這個是第二大 可是這些到底有沒有跟電動車有沒有什麼收惠機材 還是有嗎 我覺得其實收惠機材不多 不多 他們主要就是在於說 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 你可能以前要買新車 現在你舊車就够敢用 所以 他就會讓這個原本你車燈可能不夠 不夠亮我就去換新的車燈 帶動他們的一個需求 二手車也沒那麼貴了 對對對 所以需求開始在成長 而且很多人去年 特別在美國 歐洲 因為去年買了很多二手車 那個價格比新車還貴 所以現在要修車的時候 你覺得他要不要修 以前 二手車很便宜的時候 我就不修我換新車就好了 現在二手車的銀買很貴 所以怎麼樣我還要給他修 再開個兩三年 省錢啦 是要換這種的 是不是 對所以他們就會有一些車燈 一些AM市場的 一些主要的 換 換零件的需求 不是原產的 對 所以你看他本身 你看今年的獲利 其實也開始 主線的成長 股價部分也都一樣 這些吸引主線走勢都很像 高檔橫盤之後 又再往上拉高 那今天一樣 爆了大量 我覺得就是觀察一下 如果台幣的匯率 後市部分的話 可能都還有在往上 創高的機會 那社會黨在這個 東洋也是最近其實法人一直在買股票 你看股價 雖然說不是那種 連續的往上噴出 但穩健的往上 逐步做一個墊高的動作 那營收表現也是相當的一個亮眼 所以最近整個量價結構 我覺得都沒有失控的疑慮 法人也還在買 所以這張股票 我覺得還是可以特別留意 東洋最主要做什麼的 他是全球最大的AM 就是說 什麼車殼啦 保險桿啦 還有那些所謂的一個 車門這些板件 都是他做的 那他是全球最大AM市場的一個主要的 AM我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就是算副牌 對副牌 也就是說你 車撞到你就去那個副廠去換一些零組件 就是他們在做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是受惠到 可能接下來 大家消費緊縮 或是說整個一個汽車 市場 可能他有一些替代性的一個作用 所以不是節約人員啦 不是節約人概念 應該是說 是省錢概念 對 副牌正牌 原牌 原產的買不起 買副牌的 而且其實 會去原產通常是 前三年啦 對啊 二手車 二手車你買的時候 你不會再去原產修了啦 對啊比較貴 你會去副產修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我們來看最二檔股票來 就是這三檔股票 不好意思 地保 提回溪 東陽 謝謝老師 那除了這以外 我想請問一下 老師 這三檔股票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車頭燈的市場 而我個人是比較看好 提回溪的部分 為什麼 融券整個而言來講的話融券的章數其實攀升的還蠻漂亮的 那現在來講這三檔股票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特色 就是說 在日KD的部分一直維持在零軸的上方 這種股票其實最近來講都是走仰空的格局啦 所以這三檔股票其實都不錯 但是我會看好提問其實他今天 那個 日K線收的還蠻漂亮的 爆量然後 那個大長上影線 其實有一個右空的效果 好右空效果來 想問一下 陳老師你怎麼看 車上國標 車頭燈嗎 對 東洋啦 對因為我確實在這種通膨大破大力 車頭在通膨這種環境之下 AM就是aftermarket 就是我們講二手市場 或者是說副牌這一塊 他們品質不錯的話 再加上輕量化新人員車的切入 我覺得這個 通膨的 長期通膨的話 蠻有搞頭 省錢啦 好不好 省錢二手車市場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AM 老師來繞一下英文 謝老師謝老師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階段 熱門我最貼 我們請教 那個 辛科跟明基義 我來吃一下東西 為什麼要吃個東西 就真的肚子餓 可是今天那個三昇我又很難吃 好不好 可是這就跟現在台股一樣 你知道嗎 就怎麼樣 雞肋 好不好 他們雞肋一塊 就是覺得台股很難 有些覺得難做 可是又不得不看 還是要看我們要福利色 這越難做你越要 正向思考 因為我們還是有些股票 介紹不錯的 辛科跟明基義 老師你怎麼看 那辛科的部分 他做的是所謂的半導體的把財 而且他是中鋼集團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雖然說貨利數是沒有很亮眼 而且中鋼集團最近走勢很弱 但因為他當半導體材料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大旗 所以他股價的部分 低檔連續兩根的一個漲停板往上拉高 那代表說我覺得這個股價籌碼 相對低檔被特定人士鎖住之後 可能接下來都還有比較大的一個機會 另外當然也是最近很熱門的這個明基 那因為他的當沖比是比較高 但股價的部分雖然說今天在高檔有一點震盪 好像這個走勢上比較偏弱 但我覺得其實如果以現在 整個生技股的一個資金還是持續在流入的過程裡面 股價只要不要出現 爆量的藏黑之前的話 我覺得明基1或說其他生技股都還可以特別的留意 好 這個明基1漢磊跟參有 老師請教一下 俊老師來 幫我們美言幾句 好 那這兩檔股票其實整體而言都是 融券軋空的股票 漢磊的部分其實 整個可以看得到 那個融券的標高是非常明顯的 大概一個整個基本面在 訂單的能見度一直到年底的狀態 其實這檔股票在上季線之後 我覺得 整體而言可以帶動整個第3代半導體族群的表現 所以這檔股票我覺得是 領頭養的一個角色 好領頭養的角色 看下一檔股票 來 好 那這一檔的倉佑來講 也是氣生零股件概念股 對 非常有趣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他就真的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你軋空股票的一個範例 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5月份 其實那個倉佑有 連續一個禮拜向上創新高的走勢 噴漲的走勢 可是後面來講融券 一開始逃跑之後 他股價是開始做停滯的 可是因為發現就是說 當6月份 他的那個融券 回溫 只要有人開始放空 這檔股票又往上軋了 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說 現在來講的話 車用的部分 零組件的部分 很多都是走這樣的一個狀態 好 參佑是傳動 系統零組件 好不好 那我再補述一下 那謝老師 夏都跟易飛王 老師怎麼看 來 最近要3加4很熱 來 你要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不要不知所措 好不好 這個 我覺得接下來 身兼主持人真的要 聽詞 不容易 要做很多事情 很辛苦 接下來我覺得觀光 相關的族群 確實值得 這個 重視 我們先 看幫我敲一支股票 2743 三富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我的好兄弟之前特別談的 我們把 這個 哪個好兄弟啊 縮小 好朋友 好兄弟 對不對 你看他的股價 上漲的一個幅度 力道 這一波這樣 一路 三富旅行社 有沒有 好 請問 獲利了嗎 請問 業績上來嗎 都沒有 沒有 所以 我說我們現在在看觀光股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想像力 你要有一點想像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夏都海角7號 在墾丁有自己沙灘 非常漂亮的一家酒店 那這個呢 其實我最近看 各個酒店 回流的人潮開始增加了 等等你是去哪種酒店 早上經營還是晚上經營的 這個有時候 主持人不需要深入的探討 啊 問清楚啊 因為 確實有一些 這個人流另外一種酒店也有回溫啊 這個也是有回溫 社會觀察家 我都是為了我們的節目 去 收集資料的 好 那這是 但我要提醒大家你去看營收啦 什麼的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他正在增長當中 是 這個這是一個 說要想像題材 對我覺得會有想像題材 而且一旦正式宣佈 那個爆發力我覺得會很強 你有住過夏都嗎 有啊有啊而且我最近上網去查我發現他的價格就是降不下來 很硬喔很硬 對1萬多塊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易飛網就是像我剛才不是講三戶旅行社嗎 那易飛網過去其中親旅遊啦這種 國內的各種行程 整體來講其實都表現不錯可是這一波當然 受創非常非常嚴重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用 這個所謂的基本面的檢視的角度去看 你要用 未來 整個觀光族群開放以後 他能夠帶來的一個轉變 去思考 那我覺得 接下來 不太會是以前之後我疫情上 好像沒事了對不對 大家那時候也是說後來又掛我覺得這次不會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 在這個環境之下開始越來越茁壯 所以我覺得 一個是飯店 另外一個是 這個 旅遊網站 帶大家去思考一下 其實我的個人想法就是很簡單 就是直接開放國慶 我自己想法 當然要我覺得 真的被崩壞兩年了給一點人民自由好不好 我其實想法就是這樣 啊我覺得當然你要足夠的藥物 足夠疫苗就直接開放就這麼簡單 台灣的問題是像你還不夠 足夠的藥物啊 像我家人其實 70幾歲了 你用那個輝瑞藥物以後 症狀比我還輕微 所以即早用藥就好了 這有差 即早用真正用藥 不是說只有清冠一號 真正用藥 那比如說輝瑞藥物 一分兩萬多塊 也不用錢 只要符合65歲以上就可以 謝謝老師 這熱門我最貼啦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股市田田圈 焦點股搬你圈 大盤跌就空 小心嘎到 外太空 真的嗎 老師 你講這句話 這個我跟你講 很多人看了 不想相信 覺得這個行情怎麼辦 來 老師 請教你一下 您們講這些股 這樣噴出 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最近來講 整個台北股市又開始 陷入一個震盪 那這裡要其實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在 4月份5月份的時候 行情表現得不好 其實 市場上面 整個融券的增溫 其實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 眼前 現在重新又回到整個 行情開始做震盪的過程 我們反而是這個時間點 要去鎖定 融券是不是 就是持續的在這個行情動蠟的過程 在飆高 我們剛剛聊到就是說 整個如果融券可以飆高到60萬張 也許這個時間點 你不用去思考大盤會不會跌破 15616 反而你 要去看就是說 很多的股票 他會在大盤也許 停滯在這一邊的過程 他表現會比大盤還強 好 希望如此 真的 沒有我們看 看那個最新報價 邊跌邊強化 納斯拉克已經跌了 小納斯拉克跌了3% 好 真的很長 不過既然你講的 說不定跌了以後反而會製造更多人想要加空 加空行情 好不好 現在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 大家 沒有猜測到的 一個行情 就像現在 觀光政策 解禁也是一樣 老實在講一下這些東西 好 6月15號 再過兩天 整個 我們的觀光政策就解禁了 25,000人來做先鋒 那這邊大概就是一個政策面的思考 我們大概出國觀光 然後回國之後 現在所採取的是 所謂簡單來說 3加4的一個 檢疫 那所謂的 前面的3天居家檢疫 後面的4天自主管理 這個是政策面 的部分 那以 最近 大家可能會比較 會去討論那個觀光股的部分 是啊 因為這個3加4變本來是7加7 變3加4變 在飯店裡面 還是要住7天 可是至少 3天過後 就可以出來了 至少你比較願意 來台灣 好不好 這跟哪 所以可能覺得旅遊觀光不錯 老師您繼續說 好 那這裡我可能更要留意一下 就是說 後續 觀光股的表現 會變成是一個 我可能會去觀察 是不是這個 利多的政策 出進 出現之後 放空的人可能 不太敢去空 那個觀光股 這反而是有另外一個思考 那個 龍卷不太敢去空觀光的話 反而是利空 反而股價會 比較沒有辦法 像 前面那樣子 的一個表現 我幫老師解短的意思 老師就是說 老師用龍卷 全部都用龍卷的思維來講 如果龍卷不 不放空反而不會漲 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它簡單化 老師 怕到時候會利空出來 好不好 這跟老師在 利多出進 利多出進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不管是OTC 或者是 最新的大盤 那整個 融券的 張數 其實飆升的 還蠻快速的 我們可以看那個時間點 其實都是 從 4月 開始 往上 去做飆 融券飆升的速度 比大盤 斬的速度還快 對 那這是OTC OTC的部分 上櫃的融券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樣 都是在 整個 都是跟大盤一樣 都是在所謂 4月11號 4月11號那個時間點 可能說 整個美國股市開始 陷入動盪 大家開始 在擔心 聯準會 是不是會 那個 那時候大盤也在低點 4月17號 附近那低點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在討論說 聯準會 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動作 來做升息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融券就開始做飆升 不管是大盤也好 或是 上櫃指數也好 難怪上櫃 率先 率先 站上季線 因為他飆升的速度 我們再往下一點 飆升速度比大盤 我們做個比較好不好 飆升速度比大盤 快很多 比較陡 那個融券來講的話 上櫃是飆升的速度是1.49倍 大盤一直到上個禮拜五是1.16倍 難怪嘛 就是站上季線嘛 所以這個用融券軋空草是有可能的 小心 不要亂空 軋到外面 那 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說在 上櫃的電子 又更 更猛 那個2.03倍 這邊跟大家來做一個提醒 好 另外當然有一個 卷之筆的這個數字啦 那當然你在新聞媒體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我們看一下 上面卷之筆 上面講完 那個卷之筆的一個數字的來源 就是融券的余額張數 除以融資的余額張數 那再乘100% 所以 簡單來說 放空的人 如果 高於市場上做融資的人來講的話 那一檔股票 他的 卷之筆就會飆升 當卷之筆 飆升 拉高的時候 那個 股價如果沒有辦法 出現回跌 甚至就是說在那邊震盪整理 或者是 法人 只要輕輕一卡位拉攤那檔股票 你就會看得到原本 放空的空單會有一個狀態 有人會想要 趕快先走一波 或者是先認賠一波 所以 空單給予回補的話就會變成什麼 反而會變成是大量的買 但是所謂軋空行情就是這麼來的 好 不過最多就是100% 因為有資才有卷 好不好 融卷增加速度 可能比融資增加速度高的話 卷之筆就會串升了 最多就是100 這跟大家講 所以殘劍的農卷殘資恢補事件 有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 股東會召開了前60天 然後再來就除全息 然後再來就是 現金增資 或者減資的部分 像剛才講那一檔股票 剛才不是講一檔股票 就是已經先股東會了 可是現在還有除全息 還有什麼 參有 參有 先股東會看起來 好像農卷已經 已經到0了 可是接下來要除全息 可能再嘎一次空 這有可能 好不好 停止過屋前6個交易日 好不好 你回補的時機 好不好 這告訴你 所以你要注意 你要亂放空的話 有很多限制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說 有很多人說 這個福利市要不要教我們怎麼做空 做空就產物文言不太低 好不好 第一個要龍卷 第二個 你有很多層要回補 這很麻煩 第三個其實股市大部分都呈現桌頭菜市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好 當然這個表格就幫他整理出來 這些 卷資比高於20%的股票 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第一名卷資比高達5成的金像電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其實他上個禮拜就是在大盤 下跌的過程 他一檔股票獨強 在電子股裡面他最強 直接拉到漲停板 是 這是在上禮拜來講的話 其實就已經表現給大家看了 所以我剛才會提到就是說 上櫃的電子類股來講 他整個融卷飆升的幅度是高於大盤的 而且又高於整個OTC貴買指數的部分 另外來看的話 中砂 包含了新生利這兩檔的股票 他的卷資比也高達了4成 元泰這檔股票 也是一樣就是完完全全 在 整個5月份開始就已經不理大盤走自己的路 他的卷資比也是 高達65% 包含下面這些股票我們 待會會會挑出幾檔股票 幫大家來介紹就說 好你如果要放空 哪一些股票 股票很強 然後你看他不爽你想要放空 你先看一個 技術指標 瞄過去哪些股票的狀態 其實你空單最好不要碰他 好 就跟大家講 告訴我們這些 反正重點是我們告訴你卷資比盡量 樓卷卷數也有1000張以上的 然後 成交量至少7000張 不是多少的股票 然後卷資比至少兩成的股票 我們大概跟你講推薦這些股票 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沒有嘎工的行情 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這些股票 好 那第一檔的金像電來講的話 這一檔股票說 說真的 那個 伺服器的概念股 當然整體市場來講的話 藉由這一檔的股價去證明 就是說整個伺服器的需求是不減的 甚至法人對於他 調高他的整個 EPS的預估 包含的就是說目標價都喊112塊了 那你很多人會想說 那個法人喊他目標價 我要不要空他 我們直接看到下方這一邊 我們剛剛有跟他提到就是說 現在來講你如果看到一些強勢股 你手癢想要去跟他挑戰一下的時候 請你花個3秒鐘去看一下 日線圖日KD的部分 是不是維持在 零軸的上方 零軸就是在 日KD的數值 50%以上 50%我們畫一下線 大概畫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簡單瞄過去 金像電在飆升之前來講的話 他其實零軸就已經攀到50%這一邊來做測試了 很多人會在這一個股價沒有辦法 往上上漲的過程 會有一個覺得說這檔是不是弱勢股的想像 所以你去空他的過程 反而會造就了就是說他明明就要等空單 等你跳進去空 然後一空單進場 請金路撞就對了 對 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融券一飆升上個禮拜一飆升 馬上的股價就往上噴 今天金像電少數是贊成股票 那基本面老師你覺得有什麼看好的地方 這一檔股票來講然後我當然啦 就跟大家來談到 就是說5月的營收是創下新高 那整個這一檔是 法人直接就預估他的 任養 概念股 法人預估您說怎樣 對 那整個訂單的能見度是 直接的看到年底 那另外一檔這一檔股票特別留意 我們直接切到法人的籌碼好不好 那長期是投信任養的股票 那長期投信任養另外來講 把他的那個 外資的持股比重也拉出來 現在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我們一個一個看 不然他 這個我們那個 這個小編沒那麼快 沒那麼厲害 先投信嘛對不對 對 好在看外資嗎 對 好那投信看得出來一直在買喔 之前在買喔 這是標準投信任養的股票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最近投買 對 只要空單一進場 外資就馬上跟進場 大家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記得一件事喔 投信之前就買一大堆了 現在是外資 幫你拉散去 這外資不是真外資假 外資是自由的人幫你買 另外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發現說 像這類的股票都有一個特色 5月份大盤 再往下 破底的時候 這些股票喔 就是守在季線或者是半年線扣底值 這兩個均線在那邊打底 好 這是鏡像電 我剛才看到一個老師的眼神 一直在看鏡像電 我猜他對鏡像電特別有研究 漢偉老師來 對不對 蠻了解你的 鏡像電想要什麼補數 因為我覺得他蠻特別的啦 因為他其實很多伺服器的股票 像什麼微影 一些伺服器的晶片 股價最近都非常的弱 但鏡像電唯獨特別 就股價那邊 出現比較加速的上漲 我覺得跟俊仁老師剛剛所提到一樣 嘎空 法人在作賬 所以可能這種族群裡面就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他 獨特在這邊走高的話 一定是籌碼面 我覺得一定有非常大的故事 有非常大的故事 老師那你們想要多講一點 或基本面你有什麼發現 基本面部分我覺得 基本面真的就像俊仁老師講的 都是很好啦 但台股裡面真的 伺服器我覺得基本面表現一直也都很好 但維持伺服器表現特別的強 伺服器營收都不錯啦 可是為什麼就是要 為什麼就是要炒基金要念這檔股票 釋出必有因啦 對 謝謝老師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那股性看起來就好像比較弱啦 很多人會想要欺負他 結果沒想到他最強的 弱勢股的想像 牛比股的想像 因為他以前很牛啦 對 慢牛 中砂 這一檔股票 今天漲股票 今天一度漲啦 對你說 中砂這一檔股票是台積電的概念股 那當然就是說 大家你可以看 我們這一集 這個幫大家去帶出來 就是說 像這類的股票 你就可以發現 5月份大盤在破低的時候 他的股價是 一直沿著在季線 來做打底的 這種過程就會覺得說 會有那個想像 補跌 會不會補跌 那反而是就是說 整個在 融券 補跌的想像出來 有人一放空跳進場 馬上 那個融券一飆高 也帶動他股價往上走 所以現在真的是一個 養空軋空的走勢 又養空軋空 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就是銅碼站嘛 好不好 就像你講金像電 為什麼 其實微影這些 其實 伺服器相關的不錯 為什麼就 就要軋空 金像電 因為籌碼問題嘛 農券特別多 這中砂 下一個來 那那個 元泰的部分 我想就是說 這個更不用去介紹 基本面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看到 完完全全就是 原本投信任養之外 有電通車概念股 又最新的 平台手機概念股 什麼行情 什麼未來趨勢他都有 可是最 最有趣的就是說 市場上 這一檔的 元泰來講的話 隨著大盤破低 放空他的人越來越高 放空他的人是不認輸的 大家可以發現 從5月 5月到現在來講的話 放空的融券 放空的融券 沒有出現過 連續5天的認賠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股價來講一直往上去做墊高 那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說 當市場上放空的意願 這一檔股票放空意願 慢慢增強的時候 他的日KD會一直停留在 股時的零軸上方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你如果看到一檔股票 他的日KD三秒鐘瞄過去 維持在零軸上方 千萬不要去挑戰他 不要挑戰他 KD在零軸之上 就在50以上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檔股票 來 新唐 看起來股價一點都不荒唐 對 好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特別把他選出 就是要跟大家去 提到一件事情 我們剛才可以看得到 對比起來 新唐他其實是 融券的 飆升速度 是相對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 沒有那麼明顯 他融券其實是停滯的 所以他股價很有趣 也是跟著融券張速的變化 融券大概多少 大概3000多張 3500張 他是從5月份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幾乎沒有什麼增減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整體而言 最近這樣的股票 市場上也是蠻多 但我要提醒大家 這一檔的新唐到後面 只等 你融券開始飆升 他股價還往上噴 那最重要的是他現在日KD 是維持在零軸附近 所以特別留意 這種股票都是在養空的格子 養空所以現在殺下去 你要注意一下 還在養空 好不好 謝謝老師 我要請陳寅老師 簡短說這四檔股票 融券軋空概念股 你有什麼 想法 這四檔股票裡面 金像店 金像店為什麼 伺服器這個產業 其實 這幾年會 成長得非常快 因為就人工智慧 我需要在雲端上 運算我這些東西 那可是就要講 為什麼 金像店 籌碼為什麼 是他籌碼比較好 為什麼他漲翻天 其實 如果大家注意看 但其實法人也確實在買進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關鍵 而且你看他平台整理就表示也悶了很短時間 當兵當了三年了 對不對 母豬都曬貂蠶 好不好 我現在再一句話 好不好 這看起來是金像店 看起來普通的股票 但都會噴出去 好不好 其實他 好像是愛內涵光 所以大盤跌就空 小心嘎到外套空 假裝同時 納斯達克跌了3% 可是台紫期 其實跌還沒有超過100點 看起來台股好像是NO.1 所以你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8月3千 一三五解盤 二四教學 的影片喔 同時沒有 所以今天禮拜一 我們就有一些解盤的影片 那也要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我們頻道 最主要最主要 也要留言 如果沒有留言的話 拜託按讚一下 最後喊叫喊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非非非 財富 收心點收心 就是心點心 登登登 Luna你剛才幹什麼 因為我在模仿小鷹總統啊 賣酒噴 賣酒噴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怎麼都不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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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點水 怎麼都不會唱 搶錢啦 搶錢啦 搶錢 搶錢 搶板塔尬 搞錯了吧 怎麼什麼搶板塔尬 搶錢搶錢 搶表妹 哎哎呀幹什麼幹什麼 怎麼在那來 呃 怎麼大不了 還誰都打的 穿著什麼褲子 玩著場合給建築 賺字 看空 看空 趁下 囚動 人 陪同在 你左右 賣酒噴 賣酒噴 交易之前要靠底子欺 誰人來 票這麼帥 車評 軟 Inspir 我跟你講他不是大傢伙 誰有個要正化的毛病 欸 整個 從八爪屋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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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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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 感谢观看